好我们继续啊 同学们 然后呢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整个的这个 react 为什么要学react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 为什么学要比怎么学更重要 因为这所有的这个都是单课 我们在外门上看的都是单课 所以你的选择更重要 很多同学 我其实原来有一句话叫 就是抖音上现在经常有这句话 就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确实是这样 如果 我其实有大量的同学啊 比如说 比如说有学汽车制造的 那么这些人大概 学到硕士毕业 其实跟我差不多 然后大概 做汽车设计什么的 大概薪水拿的也不多 甚至还有一些在研究所 就是薪水都都很一般 所以如果你从薪水的角度上 来讲的话 那么你学 比如说你选择了IT这个行业 就要比非IT的这个就要好 互联网行业就要好 那当然来讲 在互联网行业里面也有 就是你哪一项技术学的 你学某一项技术 就可能要比学其他的东西要好 所以这个有时选择大于努力 所以在这里面 我会把怎么选择一个东西 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这个你选对了 会抄劲很多 好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在view里面也说过 我们这里再说一遍 就是MV星模型 MV星模型这个东西呢 首先我们有一个东西 叫SPA 这个Single Page Application 这个缩写啊 是Single Page Application OK 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呢 这个东西其实来讲 就是说这是 谷歌的一个技术 就是原先所有的网页都要刷 都是靠刷新 所以来讲呢 你一定要就是DOM 一旦DOM刷新 就是DOM露得起一个新印的时候 就要把这个印整个摧毁掉 然后你会看到那个印闪一下 无论是开发 对于开发者还是用户来讲 这个其实都有 它不太舒服的地方 都有它的问题 那么所以来讲呢 后来 谷歌做了这么一个事情 叫SPA 叫Single Page Application 这个Single Page Application的话呢 它其实来讲就是说 我只在一个页上 这个DOM加载完了以后 然后不去刷新 然后我所有的页在这个页上 在做的过程中是 通过安雅克斯来跟后台沟通 然后把这个DOM 然后对DOM来讲是部分的更新 不是摧毁的刷新 那么这样的话 用户体验会好一点 第一个使用了SPA技术的是Gmail 大家说 原来这个在浏览器里面 大家还可以这么玩 好 那么从这个东西出来以后的话 那么MV星的框架 就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 因为它是支持SPA的 就是说 用MV星实现SPA更容易 大家能理解这个事情 那么在这的话呢 那么我们会看到几种模式 以及把相应的框架都标在这 首先最原始的方向态是 直接操作DOM的这种模式 直接操作DOM的模式呢 包括JQuery JQuery其实来讲是一个 很有历史的一个酷 我在这个问门上 也有相应的课程 大家如果对JQuery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学那个课程 然后还有一个叫Sample.js Sample.js跟JQuery的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JQuery之所以好弱 其实它解决了两个问题 在这 一个呢是它的选择器 它强大的选择器 第二个呢 是它的就是 就是解决不同浏览器的 兼容性问题 那么呢 在就是 但是它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JQuery 特别是1.0 1.几的版本 1.12啊 1.11啊 这些版本 这些版本 为了能够兼容 IE6系列的这些浏览器的话呢 它 代码特别臃肿 特别大 这样使得说 它浏览器在启动的时候 会占用更多的内存 所以Sample呢 其实有一个用处 就是Sample呢 但是在有些应用场景底下 根本跟IE不搭搭 那有些同学说 说在什么场景下 始终跟IE不搭搭 比如你在手机环境下 你在手机环境下 它就是个webview 手机环境下的webview 没有IE 除非你用Windows Mobile 的IE7 但是那个已经几乎 没有什么市场占有率 除此以外的话 几乎你不会遇到 有需要兼容 IE系列的 这时它的兼容性 不是个大问题 所有的webview 基本上来讲 都是 是webkey的的嘛 这个 我要确定一下 但是它的兼容性 其实非常好 所以这时候 兼容性不是一个 巨大的挑战 那么它又要 使用选择器 那么这个时候呢 Sample就出现了 Sample的话 会使得整个的这个 你在使用的过程中 它对于IE不兼容 但是来讲 它会使得在手机 webview上运行的时候 占用的内存会变小 这个是一个优势的地方 然后呢 底下就开始出现 MVC模式 MVP模式 和MVVM模式 三个模式 这些MV的模式呢 都是这个 整个的模型 那么React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属于MVC模式 然后呢 webview呢 和Angular呢 它属于MVVM的模式 那么底下 我们会说一下 这个模式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在 webview的里边 也说过 所以有的同学 如果看过webview的话 这会可以跳过去